在大体老师启用的仪式上 苏敬业的家人和法亲都来送他最后一程 敬业师姐除了做慈善 他是一个很精进的环保菩萨 每个星期他都会到环保站付出 就算是他有病 癌症在身 他也是每个星期都会去 只是最近严重的时候没办法 在他身上是学到了 就是我们大家都发情事件 大家都要互相永远包容善觉 就是他自己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生前把握时间当志工 往生后苏敬业捐赠大体 成为无语良师让医学生学习 学了很多平时都学不到的东西 包括就是放那个intubation 就是看那个颈 然后我们放oxygen进去的 就平时我们不能在整人身上做 是因为会伤害到他们 有些人会有不安的感觉 但是就很庆幸这四位老师都很愿意 把他们的身体捐出来 让我们学习 生前以大爱为人群付出 往生后大舍奉献医学 苏敬业生死自在 为生命划下圆满据点 大爱新闻之上美之工 何永康苏玉发高药文 马来西亚报道 大爱新闻之上